许臣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很想想说 他的父母你们有去采访到吗 实际上接触 对给你们什么样的印象 他们会不会是责怪 是自己疏于照顾他们 因为在事实上关键点的时刻 我们也可以来发现 为什么让一个两岁的孩子 跑了出去 而大家看一下 小月月生长的环境 在一个五金城 这是大部分 他们的增长的环境就在这里 不仅仅是小月月 其他的小朋友 会不会变成一个下个受害者 会不会要怎么样 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你们在采访到 他实际的这样的生活环境 他们的家庭 就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其实我们一直都不肯 把这个焦点对准 他父母失职的这个角度 但是他父母确实失职 包括我们去采访他 他非常质责 非常的愧疚 觉得女儿非常愧疚 他一定跟我们说 就是说 只要把肇事的司机抓住就行了 18个路人 他并没有想到是路人 对 路人他们看了视频 但他们不怪路人 他是怪自己 是怪自己 他仿佛的说 只有我当时如果是抱着他 他在我怀里 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 对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 其实跟我们今天做节目的 心中的挣扎也一样 就这个时候 谁还想要怪这个父母 因为他自己 就已经是很大的牺牲者了 在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也是想 记得机会当中 把这件事情 换成另一种角度来看来 来避免其他的家庭 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别忘了 这个环境是不会变的 这样的疏忽 这样的事 怎么样才能够提醒 其他的家长来注意 是不是也一次 朱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 对家长的疏于管理 对 要把它作为一个轻微的 违法行为 国外有这种类似的 国外有这种类似的来情 稍等 既然稍等一下 来请 请朱理事 请 请说 家长的管理 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法律里头 是没有这方面的 只是一些初向的 比如说未成年人的保护法里头 规定了一些 因为这里小月月的 这个事件里头是小月月的父母 确实是没有责任 他是一种意外 比如说他跑出去了 对 那么我们在疏于管理这个立法的 怎么样的 就把它推动这个立法的设定 这个概念的时候 不妨可以参照一些 国外的一些经验 就是说他也是入到一些保安 保安条例里头 或者说安保条例里头 对父母设定 比如说 如果说你父母 你是疏于管理 我警察一认定你 我就把你隔离 就隔离 以示惩罚 以示惩罚 因此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要推动他入法 这是一个能够警醒的 张律师在国外待了很久 国外的情况是这样 我从事朱律师刚才讲的 国外的法律将近20年了 对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父母是有可能有责任的 因为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小 那么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 如果这个孩子很小 父母必须要让他 在自己的视线以内 任何情况下 这个任何情况之下 任何情况之下 否则的话 你除非你把他交给医护来 临时照管你要出去忙 那医护就变成有责任 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把大量的 希望朱律师把自己的 这个位置和立法的这种精力和资源 花在怎么样教育和惩罚 这些父母 如果你不认真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如果这些 比如说这些物业的管理 不认真地把这些交通的治安处理好 如果我们满世界地去把这些18个人 甚至38个人去搞的话 我们就等于失去了 我们真正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 在父母术与管理上 你们两个是在来 从这些 但治安是反对人 为什么反对治安 现在大家一讲到这 是都要讲美国的例子 美国12岁以下的孩子 不允许读书 大家都知道有法律 中国现在可以推进这样的法律吗 这要考虑相应的国情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一代人长大 基本的脖子上挂一个钥匙 回家自己开门 家长如果有事 就把我们锁到家里 都是经理 我大学有一个同学 他们家是渔民 地上就没有房子的 一家老小就在这个船上生活 那个父母还打鱼的 没有时间 视线范围内 照顾自己的孩子 腰上拴一绳 那小孩在床上跑 咕咚也掉水里头了 他们听见就把他拽上来了 知道吗 这时间一长 他就会游泳了 但是如果咕咚 要掉到水里头 时间长 再拽上来的时候 小孩可能就淹死了 渔民的孩子 就是这么长大的 如果你要是规定 必须故意保姆 或者父母天天天 在这事件范围内管的孩子 那家长包括孩子都得饿死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我们现在的财力 我们的社会进步水平 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 如果你要把立法的标准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只能造成更多的家庭负担变重 但是在父母的这个责任上来讲 真的有所谓的中美国情不同吗 颜先 我对这个外国法不太熟悉 但是在中国法律上 我认为已经有法律 在调整这个社会关系 对吧 刚才也说了 遗弃罪 虐待罪 故意杀人罪 都在等着他 对吧 小岳岳的一个父母 他本身不愿意发生这个事情 对吧 我也不想让他 故意去发生这个事情 对吧 但是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作为理性的法律工作者 必须去审视他的法律责任 无非就是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我们不便宜去 因为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中 在侦察过程中 对 我不便宜去发表 但是有法律条文在等 民事责任是不可能 因为他是他本身权力请求 权人和赔偿人是同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法律已经健全了 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执法 而且我不想同意 我的同伙治安兄 这个跟他有不同意点 但是基本上这个美国 他虽然是有差距 但是美国他还有个标准 就叫合理的标准 就是如果跟小岳岳的父母 差不多情况的父母 在这个情况下都会疏忽 那小岳岳的父母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你如果他们都是渔民 那他是没有责任的 那个人市场里头跑的都是孩子 所以这个是要研究 确实是要研究 所以他并不是一成不变 他是一个reasonable man的standard 对合理上的一些理解 好谢谢李远 来李远补充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之中 我的孩子要打要杀 但是我的事情你管不着 但是现在我们社会一定要进步 而且有很高的美国标准 什么欧洲标准在哪里 我们进步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个人单身了 他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即使你的孩子也是社会的一员 那么作为他的监管人 尤其是父母 有必要保证他的 有传能够上教育 最重要要保证他能够 生命权 活着的权利 我们规定这样一些义务 已经非常非常必要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 前段时间 一个几岁的孩子 七岁 舍着一个老太太 死掉了七天 对吧 那么这个是老又说 老又说羊 老又说中又说羊 现在是老物说中又说羊 这种事情 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儿子 儿戏 绝对逃不了责任 对吧 他自己很痛苦 包括了对父母他很痛苦 痛苦是他各种的问题 但是对社会责任 他必须肩负起来 我们还没发生这种事情的 我们就主动把他肩负起来 好 谢谢 来 言先补充 言先 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不否认父母的责任 不否认路人的责任 不否认刺激的责任 但是他承担的责任要分法律责任和非法律责任 对吧 我们今天在这谴责他 对他进行这个这个媒体监督 媒体谴责 本身我认为对他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 包括路人 现在好多人他不愿意出面 他在躲这个事情 对吧 已经受到惩罚 这一 对父母来说 我如果他排除掉什么责任的话 对吧 我认为他也受到很重的打击了 这是第二个 对社会来说 对为人父母来说 我们通过这个事情 也考虑到 我们对孩子 如果进行更好的监护 对生命的尊重最大的一个责任人 当然是父母 我们绝对不能回避 不能把对孩子的保护的责任交给路人 这是不对的 我说人家法律责任是非法律责任 因为从这个事情报道之后呢 广州发生很多好人好事 对 可以说是前一幕话 就包括有刚刚前几天刚刚发生的 佛山吧 好像是佛山 对 也是类似于这种的 佛山我来补充你补充 就是在佛山 佛山现在了 因为这个小月有恶名昭彰 大家都说佛山是最冷漠的地方 但是一样是在佛山 就在这几天 一岁的小男孩 他被车轮撞下了 撞下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及时救助了他 佛山再现 免同事故 路人这次没有冷漠 在轮胎底下救回了孩子命 这个路人是谁呢 就是吴先生 马上就在我们的现场 立刻掌声欢迎吴先生 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坦白说实话 真的坦白说实话 如果没有发生小月的事件 没有发生一连串的事件当中 您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也是平常心 就觉得旧人本来就该如此 这也是一个路人该做的 但是就在您看到了 在我们现场当中 在我们社会的浓缩的摄影当中发现 这大家对这个社会都已经爆达不一样 希望说你的这一生太重要了 您可不一下再复述一下 当时的时候整个经过 刚才那个事件好像来得很拖延一样 我们站在路旁 好像有一个工程在这里搞 刚好看到那个小车 碰到一个小孩 同时要通知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也在市场给你们卖菜的 我喊他一声 我说你的小孩给他逛了 马上出来 同时要叫他 他钱不要开 不要动了 你逛到人了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 那个司机应该到插 插过那岛自己是应该是放斗的 什么东西 他应该当时不知道这不是人 他也马上下去了 对 马上下去抱起那个小孩 要抱上他的车这里 同同那个那个小孩的妈妈 我说你不要动那台车了 你就另外找一台车来送他去医院了 嗯 是这样的 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当中 你一声大喊 一声喊 这一声喊 喊出了很多人当中的这个警醒 喊出了很多的提醒 相对的也可以说救了这孩子的这条命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您在喊的那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想说 哎呀我如果去帮忙了 当时会想说啊 可能会惹上麻烦跟其他的 当时有没有这样想担心或恐惧的 有没有受到其他的事情影响 没有没有 我当时在想就是想怎么样 第一时间就是救人 你想的就是第一时间救人 对不对 对对 那你还记得一样在佛山在之前才发生小月月的事情 十八道路人 你知道 对 那个那个早一些时间啊 我我上去看 看过那个那个 那个路上啊 我看了看了一切都不敢再看了 嗯 那太惨了吧 对 但是您觉得在你身旁中的人 在佛山你所接触的人当中 像你这样的人多不多 应该很多 应该很多 期待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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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了这一个小时当中 各种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我非常确定一定事情 就是因为小月月 她的悲剧 她的惨剧 唤醒了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原本已经 恐怕已经滑坡的道德 现在至少再慢慢慢慢再回升 至少有个暖流 至少在这冬天来到的时刻当中 已经明白在你我当中的人心当中 我非常确定一件事情当中就是 我不会用十八位 我不会去揣测这十八个路人 她的心境是如何 因为现在道德的利监跟良心利益 在拷问他们自己本身 当时他们的心境是如何 但是我想问的 反而是提醒自我 就是十八个路人以外的你我 我们自己在下个场景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扮演 是不是真的在第一时间的救人 助人的这样的角色 最后我最想说的是 做一个媒体人的反思 那就是别忘了佛山 今天我们知道了 有一些人可能他是冷漠 没有去救人的路人 但是还有一个 吴登波在关键的时刻 总是发出了这社会最需要的 热心助人的热血的声音 他挽救了一个害童 这也是佛山这里他人所诞生的故事 谢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 谢谢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十系集中车